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二亦是6月期止的結算日 坦白說 股市的表現只是一半 先看看指數 早市輕輕高開23點到29,291 這亦是今早暫時的高位 直到現在大概上午11.5左右 指數曾經輕輕低見29,042點 相對昨天是回了226點 高台有一點點整固 表示大市暫時都欠缺一股動力 作盡一步的推息 但在形態上 直到這一分鐘 指數仍然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而最近的移動線是100天線 大概在28,975點左右 簡單說 只要恒生指數 無論高台如何反覆 不足球或跌穿到100天平均移動線 代表指數仍然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說形態來說 仍然是比較偏穩 至於後續能不能進一步挑戰 今個月2日高位29,490點 老實說 真的要看看 幾隻主要成分股的走勢動力是怎樣 其實最關鍵都是 騰訊 友邦 輝雄 美團 和阿里巴巴 因為這五隻恒指成分 佔的比重已經接近39% 美團和阿里巴巴的表現都比較好 兩者來說當然美團比較好 但其他老實實都只是一般 騰訊最令人失望 到底在期止結算日 下午回來 騰訊的表現會否稍為亮麗 這就要看看下午市值 成交金額方面 其實是一般的 昨天半日市有超過千億成交 昨天是亮麗的 但今天 反而你的交頭 我不覺得是太特別亮麗 很簡單 指數高到23點 去到29,291 如果手花夠勇 一推下去 已經可以上破昨天的高位 29,394 繼而再進一步挑戰 今個月以後的高位 29,490 只差28點 但資金不到步 就是不到步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怎樣看大市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 明天是最後一個交易店 但不要忘記 雖然明天是場外衍生公佈結算日 但也是6月份 最後一個交易店 半年結 會不會 買盤是流力 去到明天才 推上去 其實大家儘管看看 因為一般來說 去到半年結 基金來說 多多少少都希望 稍為優化 旗下的投資組合 很簡單 大市如果真是說 不停在低位 盤著 基金經理未必會做太多事 因為 市都已經是一般 自己的 組合裏面的表現 不是那麼理想 這是 人之常情 但如果當指數 走上去29,000多 有少少想穿頂的形態 基金的組合 最低限度 都會跟大市拍平 最好當然是跑贏大市 所以 比較關鍵 可能氣肉 如果真是回到明天才能看到 但估計論如何 既然指數能夠 穩守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 在半年結後 最關鍵的就是 7月份 上巡的股市 如何限制 這才是最重要 因為身處29,000左右的水平 股市 不用多了 只要 一個形態 是有一個 千零點的上升 恒指已經可以直接挑戰 3萬點 但是 我想說一件事 由3月 25日開始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最高的指數 暫時來說 都是29,490點 簡單說 3月下巡 整個4月 整個5月 到6月到今天 3個多月 市都仍是整固在 大概2000點的波幅裏面 一直這樣整固 始終都走單邊的 問題是單邊上還是單邊下 是嗎 好了 午時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 有些東西 很想要 我們下賞 這大約 有些東西 都市民 在說 恒指 身體 有些東西 感谢观看